那今天在賽後我們也是同樣請到內湖高公的教練來到我們的主播台 跟我們聊一聊這幾天來到登峰造極的想法 那已經是來到第三天 那當然內湖高公這幾天的表現都非常精彩 包括昨天其實跟風上也打了一場精彩好球 但是很可惜輸球 那今天是3比0擊敗的對手 但是我們也觀察到教練是不是特別針對兩位高一的球員 有給他們更多的機會練習 其實就是也沒有特別給他們機會 因為就是想要大家就是我們今年目標是團體作戰 對 就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包圍出來 但今年你說的兩個高一新生他們是非常有潛力跟能力 但是一些小細節還需要再琢磨一下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軒域真的打得很好啊 基本上球給他他就能夠把分數送給你 怎麼評價這一位年輕的球員 他真的是非常有潛力一個球員 在揭發球方面其實也不錯 但是就是都是小細節啊 小細節然後對自己信心還不太足夠 所以有時候打起來會比較縮一點 所以我們回去希望他 怎麼說就是讓他開放一點外向一點活潑一點 球一直餵給他 也不是 都有點自信 打球要有霸氣一點 是是是 那但零續三天怎麼看球隊 從第一天到第三天 是不是逐步的進入到狀況 我倒覺得今天小朋友們就是專注力有點跑掉 打到後面有點跑掉 我自己覺得啊 對 揭發球我們在昨天對風上也是 我們在後半段的揭發球 都會出很大的狀況 對所以回去這部分可能要再調整 不過沒關係這也是第三天 我們往後面還有再次也可以持續來觀察 好謝謝教練 今天來我們的主播還有接受訪問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一會再一回到登峰這邊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總像街披不公之棚 要解放自我 這是我的傳說 你不是說的 你不是說的 你不是說的